孙岳有意识同意插管治疗。张晓燕低调探访。 张晓燕相当担心孙岳的病狂。图翻射张晓燕脸书,2018409。 87岁的资深艺人孙岳,上月因胆囊结实发炎,肺部感染住进台大医院,董事基金汇金,9、日证时胎医插管,病况恶坏住进加护病房。 许多艺人得知消息后,纷纷表达关心,希望孙岳能渡过这次难关。 孙岳正实住进加护病房。图翻射自动是基金汇脸书,210890409。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,一直非常挂念孙岳的张晓燕,得知转到加护病房的消息后,晚间70左右,她与董事基金汇的已公臣疏离出现在加护病房外,之后和孙岳的家属分批进病房探设,过程低调不受访。 孙岳的家属,则对于病狂不愿多谈,请表示目前状况稳定。 另外孙岳的教会朋友透露治疗状况,表示孙岳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同意插管治疗,这是好事一件,希望能早日康复。 把外传出去粉专页,18日发布孙岳祝愿消息,要网友一同集气祈福。 图翻射,变书,2018409。 而将孙岳捧上金马影帝的搭错车导演于堪评,目前还不知道孙岳已转入加护病房。 他表示,我一个礼拜前知道的是渐渐好转,但希望我们还不要去探病,还要隔离怕感染。 他说现在会去了解孙岳状况,也替孙岳祈祷病情好转。